台東泰馬里香蘭部落附近海域 有漁民募集了 游客單獨在海上進行SUP立場活動 但其實這裡有暗流以及漩渦是相當危險 加上附近也是漁場 有可能會影響到捕捞作業 夏天來到台東海邊 滑著立場在海上悠遊 看起來好愜意 只是在泰馬里香南端的香蘭部落海域 近期卻出現民眾單獨出海滑立場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就怕出事當地漁民說 這裡的海面雖然看起來平靜 但水下暗藏玄機 海流變化相當多 不只有暗流 還有如同海底水龍捲般的漩渦 不只危害性命 由於立場SUP出現的地點是漁場 華立場多少會影響作業 也讓漁民憂心忡忡 我們那個地方是沒有化射保育區 但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水流湍積的地方 不建議那邊進行水上活動 海巡表示這裡沒有禁止華立場 民眾如果是從港口立場出海 必須向港口的安檢所申報 而且一個人出海相當危險 呼籲民眾從事海上活動 不要單獨潛行 這里林鄉台東報導 風景資格 我們特別的大部分 我宣告